礼拜日的清早 天还没有亮的时候 摩达拉的玛利亚来到木耙 看见石头 已经从坟墓移开了 他就跑去见西门彼得 和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 有人把主从坟墓里搬走了 我不知道他们把他放在哪里 彼得和那门徒就动身到坟墓那里去 两个人一起跑 那门徒比彼得跑得快 先到了坟墓 屈身向里面观看 看见细麻布还在那里 但他却没有进去 西门彼得随后也到了 他进入坟墓 看见细麻布还放在那里 也看见耶稣的果头巾 没有和细麻布放在一起 而是卷着放在一边 那时 先到坟墓的那门徒也进去 他看见就信了 他们还不明白 经上所说 他必须从死里复活 这句话的意思 于是两个门徒就回家去了 玛利亚站在坟墓外面哭泣 他哭的时候 屈身往里面观看 看见两个身穿白衣的天使 坐在安放耶稣身体的地方 一个在头那边 一个在脚那边 天使问他 夫人 你为什么哭 有人把我的厨搬走了 我不知道他们把他放在哪里 然后他就转过身来 看见耶稣在那里 却不知道他就是耶稣 夫人你为什么哭 你在找谁 玛利亚以为耶稣是圆钉 就对他说 如果是你把他挪走了 请告诉我 你把他放在什么地方 我好去搬回来 玛利亚 他转过身来 用希伯来语对他说 拉波尼 拉波尼 就是老师的意思 你不要拉住我 因为我还没有上去见父 你要到我的弟兄们那里 去告诉他们 我要上去见我的父 也是你们的父 见我的神 也是你们的神 莫达拉的玛利亚 就去向门徒报信说 我已经看见主了 他又把主 对他所说的话告诉他们 礼拜日黄昏的时候 门徒聚在一起 因为怕犹太人 就把门户都关上 耶稳住在他们中间 愿你们平安 说了这话就把手和泪旁给他们看 门徒聚在一起 门徒看见主就欢喜了 门徒看见主就欢喜了 说了这话 说了这话就像他们吹了一口气 你们领受圣灵 你们赦免谁的罪 谁的罪就得赦免 你们不赦免谁的罪 谁的罪就不得赦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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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